网上有朋友让张大夫介绍一下 如果在吃他丁类药物 不能同时吃什么食物和药物 的确是好问题 其实在这之前 张大夫尖尖段段的都给大家说过 今天给大家汇总一下 首先说 如果你在吃他丁类药物里面的 辛法他丁、洛法他丁、阿托法他丁 尤其是辛法他丁和阿托法他丁用的多 这三种他丁都经过肝脏的一个酶系统 叫做细胞色素酶P4503A4来代谢 如果说你正在吃这些他丁 尽量不要吃西柚 红杏柚子或者说柚子类水果 我们尽量都不吃 为什么 因为这类水果含有负担香豆素 它可以影响到这个煤系统 导致这种他丁代谢不掉 或者说副作用的发生明显增多 这是食物 大家好多都知道 那么药物哪些 要同时使用要注意呢 实际上来说呢 关于药物呢 的确因为通过这个他丁 比如说辛法他丁、阿托法他丁、洛法他丁 这三种他丁代谢的这个途径 叫细胞色素酶P4503A4 这个途径还代谢好多药 比如说安典酮、维拉帕米 这是心脏科的药 你看塔克莫斯 其他科的药 红酶素、阿奇酶素、福康座 医曲康座等等等等 有一系列的药物也经过这个途径代谢 但是如果说你现在吃这个药都经过这个途径代谢 它就容易堵车 容易出现代谢的异常 所以说吃的时候不是说不能同时吃 要注意监测 而且呢如果你吃 经过这个细胞色素酶P4503A4代谢的药比较多 一定要注意水果上尽量不要吃柚子这类水果 为什么因为当它这种互相作用 发生副作用的因素多的时候 的确不同药物的副作用就容易显现 因为这条毒性代谢不下去了 希望这个视频呢给大家一些帮助 尤其是正在吃辛法塔丁阿托法塔丁 乐法塔丁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 尤其是药物和食物 有些东西的确需要注意